主席本院各位同仁,然後司法院的各位長官 主席我們各位請秘書長 秘書長,你個人認為法官評鑑是不是? 你個人認為,那你就代表司法院 你認為這個是不是一定要實行的一個制度?重要的制度? 那你認為面對的困境在哪裡? 他現在上路八個月了 那我想從大社會各界對他的有一些看法 大概在審議的速度上面可能需要快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案件的來源,那就是牽涉到修法的一個問題 我請教一下,在你心裡面會不會有一個想法 因為剛剛我聽了一到八月是三件成案 那一件不承諾 所以案件是事件 當然很多委員就對這個質疑 會不會你在心中你有一個想法你沒有講出來 就是因為只有事件代表我們司法的體系很受人民信賴 所以大部分法官 99.99%的法官都是好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你有這樣的想法你要講出來 不是 我覺得這有個困境 就是說因為我當過法官我們現在不能用量來看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代表說我們法官評鑑 我贊成法官一定要評鑑 但是我從那個圈子說我知道那個困境 就是說我又很怕介入司法太深 但是我們法官又沒有人在管又不行 這個是要很 但是我們說實在我們的司法的養分基礎 又跟德國跟日本跟美國又天堂之別 你那個民意調查說百分之六十幾也不一百減三十二我幫你減啦 百分之六十八人不相信 不對信司法是質疑的這一點齁 你也不要太傷心啦 因為自我懂事以來我念法律系以來二十幾年前 每次我看過的民意調查都差不多這個數字嘛 那個是我們台灣司法一個困境啊就 我們 我常舉這個例子啊就是說司法院好像在賣牛肉麵啊 你的十個客人去吃牛肉麵 有六個以上都懷疑你放的肉是牛肉嘛 你出來吃東西說這不是牛肉啊這裡面放牛肉 放膏肉 所以我們的困境就在這裡 你在賣牛肉麵大家不相信你賣的是牛肉啊 這是我們的困境啊所以我們 那司法院我覺得要有一個態度啦 我們這種法官評鑑要好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用在數字來看的話 真的會陷入一種迷思啦 我個人認為法官評鑑很困難 我以前在法官在高雄當法官的時候 我審判一件傷害是毀棒我不忘記 寫親的案件 自訴案件 結果我就當然要判有輸我贏嘛 我就判 結果後來我判完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信 文情並茂的信 他把我非常的稱讚說 這個包青天啊鐵面胡思啊 後來發現我是判他贏嘛 所以他寫封信給我啊 我在想說 當然我不是因為 我這個如果判到輸 那封信他完全改官啊 可能學實業來罵我 對不對 這是當法官面對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司法院今天應該要站出來 要把這個困境解決啊 不然我們再討論那個 那這個案員 案員多就又代表怎麼樣 但是我贊成啊 有一點我是贊成的就是說 剛剛林國在委員講那一點齁 其實司法院也不要太固守自己意見 在傳票後面我覺得那個構想是不錯的 宣導啦 在傳票 當然我們不是要大家 好像都質疑每個法官 叫大家鼓勵大家去質疑法 不是這樣 那個敘述上我們一個方法嘛 就但是你要讓 而且又很省錢啊 就背面印就好 讓當事人接到這個傳票 或其他通知的時候 他很輕便的就可以了解說 現在有一個制度是法官評鑑 如果說你認為你有什麼淹區委屈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管道 那我也不認為說 所有的民眾都是不理性的啦 他都會不理性的說到處去 我認為那個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認為這個司法院 這個構想是可以採納的 包括說你在法院 比如說開庭 法庭前面 因為要 會去投訴的一定是當事人嘛 一定是當事人 進法院的時候 那法庭上是不是可以貼個 貼個 但司法院我知道有一個困難 你要這樣到處貼 好像到處在質疑法官 你們又覺得很 這樣怪怪的 那敘述上大家可以想一個方法啦 敘述上 讓法官也不要就那麼不舒服的狀態之下 來做啦 好不好 其實齁我覺得 司法院對於法官評鑑的宣導是夠的 雖然說我們送給 法官評鑑委員會 他成案的是 他是案件四個 但是你要看 那有四十三件是個人請求 就是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他會請求評鑑 就是他知道有這個制度嘛 只是他不合法律的規範 我認為其實你不要怕說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有百分之六十幾的民眾 不相信司法 我們真的是面對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這個案員多 或其他民眾會 會他投訴啊等等 我認為 即便他最後是不成案 或是其他等等 我認為其實這也是 我們要去面對這種民怨 對 他沒有管道啊 你連讓他 他表達的管道你都沒有啊 當然我們也不樂意見說 改天我們評鑑法官 動不動就拿出了數據說 我們今天評鑑了五百個法官 不合格 那這個國家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呀 如果這樣司法要關門 對呀這個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認為你也應該有這樣的 你代表司法的行政體系 你也應該出來為這個 如果你有信心 你就要出來捍衛啊 那如果說我們人家說我們審理的速度慢 或真的有缺失 那當然就改正 但是如果有信心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法官 我相信 其實我相信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啦 都是好的啦 我認為 但是因為 我們是處在一個百分之六十幾人 不相信司法體系嘛 所以那個法官是好的 但是還是百分之六十幾人會懷疑他 懷疑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歷史背景 我們要去面對這個狀況啦 好不好 所以民主黨我們真的 期待司法院能夠知道這個 民怨的他的那個量 跟還有他的背後的行程的原因 我們去面對處理這個問題嘛 那我個人還認為說 我們現在法官評鑑 我們是事後的彌補嘛 那我我長期來一直觀察說 我們事實上是法官的這樣的評鑑 應該可以往前 就是說包括我們的法官的選拔 我個人認為是我們用考試的方法來選拔 這是已經 民主黨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按照現在的考試制度 一個法律系畢業生 他最快幾歲也可以當當法官 20最快啊 對啊 順利的話 法律系畢業女生 24、25 25 25歲啦 大概25歲 民主黨 我們當然不去懷疑這些 包括我自己 當我大學畢業我就考上等等 但是 我們往回去看那段歲月的時候 我們內心當然還是 我現在比我想說 如果有機會我40歲以上 或更成熟社會歷練的時候 去當法官 現在法官的問題不是出在法律見解 每一個比一個會念書嘛 是出在那個 同理心是出在這個社會脈絡的 一個了解嘛 24歲呢 24歲做法官 他人生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這個 有的法 這個就是他的人生第一個工作 他人生第一個工作就是法官 而且他會從頭做到退休 這麼會念書 特別是 我對女性沒有任何歧視 特別會念書 女性會從24歲當法官當到65歲 所以41年來 這41年他唯一的工作 他第一個工作最後一個工作就是當法官 當法官要做什麼 當法官是不是開飯店 每天 他當法官是要斷人家的是非 但是我一直認為這個 這樣的評鑑 你這樣真的 我們不是這個問題 已經不是出在這個個別法官他的問題 而是出在我們這個制度造成他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會社會很多的埋怨說 這個法官他也不食人間煙火啦 其實這個制度造成了 我個人認為這個司法院要面對這個問題啦 因為我們長期來亞洲人包括我們 這個中華民主 我們相信考試是公平的嘛 我們相信考試是選拔人才這個不得不得 而且是最簡單最公平的方法嘛 他某個層面上是來看是這樣子嘛 但是我們這樣走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這個制度坦白講 事前的評鑑沒有辦法篩選出那個真正的適當的法官啦 因為法官他不只是要會念書嘛 會考試會寫法條嘛 他很多他要深入去了解我們這個狀況 不然那麼多你看每個委員來講說 他們每個委員背面背後 像廖委員等等 每個每天接觸那麼多人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民眾對司法是 多麼多麼多的這樣的 期許很高 期許是正面啦 我們在情緒上就是抱怨啦 我每個禮拜的選民服務的時候 我都要負責還要輔導我的鄉親 因為我又當立委又當過法官 所以他們對司法有很多期的另外的想 我在負責輔導他們 那我知道那個累積都不是一天兩天 所以因為時間關係 我第一個我剛剛覺得林委員講的那個 宣傳的方式我認為是可行的 請民主長一定要來研究 第二個 事實上這也是另一個類型的法官評鑑 就是我們法官選拔的方法 對我們法官的一定的年紀 還有這個一定的社會歷練 其實我們考試可以照常舉行 但是我們考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他受訓或當法官 我們可以延後到十年五年八年都沒關係 他真正如果很想當法官 他資格早一點取到沒關係 但是五年這八年甚至十年 我們要求他去當當律師 或到行政部門或到其他民間機關都沒有關係 如果這樣順利的話 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還願意的時候他回來當法官 我相信他那個人生的視野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是個百年大計 我們真的要去這樣做 你想看看一個五十歲的 五十歲的社會歷練那麼多人 他看到二十三四歲的大學 那個司法官訓練所出來的時候 跟他判斷這個家庭的是非 論斷公司的治理 他論斷人跟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他心裡怎麼會心裡口服 會福氣 好吧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